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weebly.com 这个weebly的网站它的最新改版 现在是7月2020年的6月份 已经是大概是第14次录制 weebly如何新增网站的这个影片教学 好,那这次改版呢 跟之前有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语系,中文语系好像突然消失了 那通常这种状况会在几个月 几个月你没有听错 不是在一个月后会转好 通常是几个月之后才会转好 好,那目前在登录的画面下 这是首页,首页还没登录的画面下 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切换语系的地方 有点隐藏的有点深 就在右下角 然后你把它点开之后它有很多语系 然后你选择中文繁体 那它的这个网页就会变中文 但是不要太高兴 因为登录之后还是英文的 它还没有转成中文 它每次大改版之后都要隔好几个月 中文版才会正式出现 好,那我们先直接按右上角注册 然后注册画面出现了 这个名字,全名,这个不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打FMYU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一定要打对 那我目前是测试,所以我就随便打 我目前是做教学,所以我随便打 故意随便打 你不能随便打 你一定要打你正在使用的电子邮件 当成注册的账号 这登录用的账号 不能随便打 好,我目前先随便打 好,密码至少要8个 英文加数字 然后地区选择你的地区 那我目前是台湾,我就选台湾 然后按下这个免费注册就可以了 好,那这一步很重要 这一步就是左边只需要普通的网站 右边是网络商店的功能 那因为这个网络商店的功能 之后可以新增没关系 所以我们先选左边就好了 注意哦,先选左边 我只需要个普通的网站 然后他就跑出选择主题 主题这边有很多示范的主题 然后这边有业务、组合、个人版、事件、博客 博客就是部落格 这个指的是版型 跟功能完全没有关系 指的是版型 那你就大概浏览一下 看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版型 比较适合你目前想要做的事业 那版型选定之后呢 之后可不可以换 可以哦 所以你之后登录以后 还是可以去更换版型 那我们要先注意一下 版型到底要怎么挑 像这个图片 每一个进去都可以修改 所以你不要去挑图片好不好看 这不是重点 你要挑的是这个选单的位置 不同的版型有不同的选单位置 像这个选单在左上角 这个选单有没有展开 要点下去才能展开 这个也是选单预设没有展开 要点击之后才能展开 这个选单在正中央 这个选单在左上角 所以你去看每一个选单的地方不太一样 它的范本跟这个选单的位置有比较不同 其他其实都差不多 都就是说 差不多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选到哪一个样板主题 你点进去之后 登录以后都可以去修改 它的这些照片内容文字 还有就是logo的地方 像这个logo在正中央 这个你如果不更换版型的话 是没有办法改这个logo位置的 所以你要挑的版型就是这个logo的位置 还有选单的位置是不是你要的 那图片不重要 进去都可以修改 好那我们现在先选这一个好了 这一个logo在正中央 然后选单在最左边的 你点一下 它就会有个主题预览 好这个主题预览就是 它把它整个网站的样子给你看一下 就是你到时候按右上角开始编辑的时候 它就会套用这个布景主题 变成你的网站 你的网站瞬间就架好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左上角这个就是选单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主题的话 你可以把它按XX再去选别的 比如说我再选这一个好了 然后它又跑出另外一个主题预览 我就长这样子 像这个的话logo是在正上方 正中央 然后选单是在下方 并不在左上角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跟刚刚的那个版型 有点点不同的差别 就是在于说你注意哦 注意哦 我现在往下滑的时候 选单怎么样 选单不见了 选单不见了 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点不到选单 你必须要把它移到最上面 才选单可以点击 所以基本上我比较不爱 我比较喜欢刚刚的这种 刚刚这种就是选单左上角 而且你注意看哦 我往下拉的时候选单不会跑 选单是固定的 选单是固定的 所以呢 你在预览的时候啊 你就要去注意一下 你喜欢哪样子的选单 然后这边有这个可以选 可以search 可以搜寻 在内资料 好 然后我选定这个之后啊 按右上角开始编辑 开始编辑之后呢 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 告诉你说你要选择你的网运名称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会搞不清楚怎么做 因为这新版的我也看得有点不太懂 后来总算搞懂了 先说明一下 一开始网运名称就是 什么什么什么.com 那个就是网运名称 那一开始呢 我们并没有去购买自己的网运名称 所以你可以先用它免费提供的网运名称 比如说 我用T1ST123789 然后你就直接按搜寻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这边 T1ST123789.weebly.com 这个是免费的网址 因为weebly.com 是他们公司的网运嘛 那前面这个是你自己取的 然后他告诉你无法使用的意思就是说 他跟别人有重复了 所以你必须要去修改 好 那你直接点这边是不能改的 那这边你就可以再去换一个 比如说 Test今天是2020 0602 搜寻 好 这时候他就跑出一个选择 可以按了对不对 就表示说 这个网址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按选择的时候 将来你的这个网站 网址就是Test2020 0602.weebly.com 这个网址 可是你之后 如果你付费购买 weebly的付费版本的话 你就可以去套用你自己购买的网 比如说我公司叫abc.com.tw 不要再建议 千万不要在weebly里面去买网址 因为将来如果你不使用weebly的网站服务的时候 你的网址很难拿出来单独使用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请你到PC Home买网址 或者是GoDaddy买网址 专门卖网址的网站去买网址 不要在weebly里面去跟他们买网址 因为你跟他们买网址 就被他绑死了 被他绑死了知道吗 你被他绑死之后 如果你不想weebly 你那个网址又在他身上 你拿不回来 懂吗 所以网址请单独到PC Home 或者是GoDaddy之类的 卖网域名称的地方去购买 像这边他这边专业网域 这个就是要购买的 那不要在这边购买 拜托不要在这边购买 这个已经太多同学问过这个问题说 网址拿不回来怎么办 他们不想weebly了 因为他们已经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他用进阶用Wordpress去架网站 那他网域名称被绑在这边拿不回来怎么办 所以一开始你在使用的时候 我会建议初学者你用weebly是OK的 weebly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漂亮 那你用weebly可以很快的缩短你架网站的时间 但是网址千万不要在这边买 以保留你将来的自由度和你的网址拥有权 OK 好这时候我们先用免费的方法去按选择 免费架站就用他的网址就可以 这边有test2020.0602 这个网站完成了 按下完成 然后重新载入编辑器 大功靠城这边告诉你大功靠城 好了然后有趣的地方来就是这边变成英文了 好刚刚登录的时候明明就是中文 但是因为新版就变成英文了 你看这边全部变成英文 那这时候再回去切回中文 再进来还是一样是英文 这个不想要等几个月之后才会修正 所以先不理他 好这时候你要右上角publish publish就是把网站发布出去 你现在是在后台 然后publish就到前台 前台这边就告诉你说你的网址是这个 好那底下告诉你说upgrade就是升级付费 不要理他 因为我们现在要免费就好了 然后这边有个网址就是你刚设定的 按一下这个网址 他就开了新的网页 你看这网址是你刚设定的 记得webri.com 是他们的公司网约名称 所以他会免费让你用 因为他等于说你在帮他打广告 他免费帮你让你用 然后左下角也会有webri的logo 这个你是没有办法移除的 因为你目前是免费状态 并没有付费给webri 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要正式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去付费 把webri的这个logo拿掉 你有付费也比较有保障 因为曾经发生过免费账号 被他们官方给删除了很多 所以网站就不见了 有这个曾经发生过这个状况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网站前台 my site就是你的logo 你可以到后台去更换 然后这个选单 你也可以到后台去更换 然后刚刚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图片 目前是不存在的 那下面这个图片是存在的 所以刚刚那个图片就是我说的 那个图片你可以随时自己去更换 到后台去更换 然后现在我们再点到后台 把这个XX关掉 这张图片我们可以怎么去修改它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 有没有这个区块跑出来了 这边可以拖曳 这个banner你要大还是要小 有没有 这最小的状态 这是最大的状态 你可以去拖曳它 然后他有告诉你说 编辑背景 edit background 有没有 编辑背景 你就可以编辑一下这个背景 然后他预设是有一张image就是图片嘛 那刚没有秀出来嘛 不要紧 你就按一下这个replace 自换掉这张图片 自换掉图片 怎么自换呢 就这边upload a photo from your computer 就是从你的电脑上传一张照片 那因为这个图很大 根据你的电脑萤幕多大你就上传多大 比如说我这个电脑萤幕是1920x1080 那我就至少上传1920的宽度的图片好不好 上传一下找一张大图 假设是这张图片好了 我先按右键看一下这张图片有多大 详细资料 5760x3840 哇超级大 好没关系 我们就用这个图片 然后他就已经上传了 然后在这边这个是预设的 他系统预设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照片 也可以用刚刚预设的图片 然后这里有一个cancel cancel就是取消 那这边有一个储存 如果你要这张图OK就可以储存了 save 我用save把它储存起来 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batch已经改了 那你到前台去 这边没有图 注意看一下 我在这边再按一下publish 发布一次 后台编辑完毕一定要发布出去 前台才会修改 先看一下前台重新整理一下 出现了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上传的图片 其他修改部分 我们到之后章节再来说明 这一节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注册这个账号 然后把网站建立起来 并且使用它提供的免费网址 让你很快的在一分钟两分钟之内 就完整的网站就已经产生了 你看它还有其他四个页面 它就是去模拟一般人会用到的网站 比如说首页 我的服务项目 我的团队 这个是与我联络 目前它就预设四个选项 四个选单 如果这四个选单都是你常会用到的 你就进去编辑一下 把这个文字跟图片都把它改掉就好了 我会建议在台湾的朋友 因为台湾的朋友 如果你要外销的话 你用Weberley是OK的 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右边有一个购物车 左边是一般网站 右边有购物车 如果你一定要用它的购物车的话 那我会建议外销的朋友可以使用 因为它里面有PayPal的结账付款功能 因为在台湾PayPal 台湾人民跟台湾人民之间 是不能够使用PayPal支付收款的 这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规定 如果你要销售到国外的话 那国外的人用PayPal支付给你 这是OK的 除此之外 你要用Weberley的购物车 我就不建议台湾人去使用 因为它不支援台湾的金流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第三方支付 像蓝芯、绿芥去整合 去收钱 所以就不建议在Weberley使用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那你做外销的话 比较OK 就是用它的PayPal支付去收款 这是OK的 好,那我们这节线讲到这边 好, welfare 好, 谢谢大家 需要您帮助的 请您的频道 多谢我 我们可以 第一时间 我们可以 做个图x 看不出 看不出 你 我可以 看不出 快 我可以 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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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